我們要首富王主權 我們不要被騙 我們將來要大家告訴大家 不要再投票給這些 什麼講我是中國人這些人 台灣就是台灣人 中國也是中國人 甚至還說我們習近平 拜託習近平中共國 現在世界上熱名昭彰 我們要團結 要不是謊言 大家告訴大家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我們真正恐懼的是 有朝一日突然 台灣不再是台灣人的台灣 而是中國的台灣 我們真正恐懼的是 有朝一日突然 我們要在我們的胸口比出 我的名字是台灣的時候 我們會被活摘器官 台灣不能讓藍白繼續這樣惡搞下去 藍白兩黨就是講說 就是好好的審查預算 不要搞一些有了沒的 尤其是那個憲法法庭 跟選罷法的一些門檻的調高的部分 這一趟站出來是因為 我們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不停地發生 所以我們堅決反對你們亂來 因為台灣是我們的家 我現在到了 濟南路的立法院門口 今天有青鳥再飛的活動 這次台灣的民眾要抗議立法院 要癱瘓憲法法院 以及立法院要干擾 跟阻礙台灣人民的罷免權 我們來採訪一下 在這邊的民眾 他們有什麼樣的訴求 開始吧 我是曹青城 今天我來參加這個青鳥活動 今天青鳥活動主要兩個訴求 一個就是防止立法院 來摧毀我們的大法官的運作 第二個就是反對他們提高罷免的困難 那麼這是今天青鳥活動的兩個主要目的 所以今天來助政捧場 發表演講 大家為了我們自己的人權民主尊嚴 我們要首富我們的主權 我們不要被騙 我們將來要大家告訴大家 不要再投票給這些 什麼講我是中國人這些人 台灣就是台灣人 中國也是中國人 我們應該叫中國人叫中共國 事實上並沒有中國 只有中共國 因為中國人是沒有主權的 他是中共統治下奴才 韭菜 今天我們要選擇要做一個 有尊嚴的 有地位的台灣的公民 他是做一個很卑賤的 很有權力的 中共國奴才 這是我們面臨這個重大的選擇 我相信 我們大家都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 做出勇敢的選擇 那麼大家還是一樣 我們要團結起來 揭穿藍白很多 欺騙我們的謊言 欺騙 既然我們在座人他是不會欺騙 可是很多不要欺騙的 還在講台獨一起戰爭 還在反對台獨 還在講一個中國 還在講兩岸一家親 還要我們相信習近平 甚至還有說我們習近平 拜託 習近平中共國現在世界上惡名昭彰 美國最近川普上來 所有的內閣都是鷹派 主張強烈的對付中國 強烈的要遏制中國的野心 今天天使地利 對我們來講都是有利的 所以我們對台灣的前途要有信心 我們要團結 要不是謊言 大家要告訴大家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不對 對 來參加青鳥就是要捍衛我們公民的權利 藍白兩黨在國會亂打 要毀壞台灣的民主 當然有這個活動就一定要 台灣人就一定要來支持 其實我今天來這個活動 是想要跟藍白兩黨講說 就是好好的審查預算 尤其是因為12強 我們好不容易台灣對得冠軍了 那也希望說他們好好的審查預算 就把該省的預算都審查完 然後不要搞一些有了沒的 尤其是那個憲法法庭 跟選辦法的一些門檻的調高的部分 就是希望能夠好好的去傾聽 我們這些人民的民意 那不要就是胡瓜小狗 尤其是不要再迫害這些 民進黨的這些立委們 他們其實也是很 替我們台灣人民著想的 好好的理性溝通 然後不要再就是 做一些違背民意 甚至是危害台灣的事情 你的衣服跟我的衣服一樣 我也有一件一模一樣的 我想請問一下為什麼來參加今天的青鳥再飛的活動 因為我覺得台灣不能讓藍白繼續這樣惡搞下去 因為罷免權基本上是 政府賦予人民的一個權力 那今天你們要把罷免 然後把它就是把它就是把做成一個 鳥籠罷免的情況之下 那基本上不會有人可以罷免的掉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罷免的權利的情況之下 你把這個罷免權拿掉 大家就沒有罷免權 對那我們就不能做一個好好的監督的動作 憲法法庭 基本上不是像國民黨講的 全部都是為了黨或者是國家 基本上憲法法庭都是為了人民在做的 對一個國家必須要先有憲法 然後才會有一些民法刑法 甚至其他的法律 所以我覺得 參觀憲法法庭這個東西完全是不合理的狀態 對我們絕對要阻止這一個動作 我是台灣激進的黨主席王興煥 那這一次呢 再一次的在立法院參謂這個公民的運動 有簡單的五點聲明 就第一我們反對 癱瘓憲法法庭的憲法訴訟法的修正案 因為這個是立法獨裁 第二我們反對提高罷免的門檻 因為這違背了選舉的契約精神 還有違背了利益迴避原則 第三我們反對罷免連署的時候 需要附上公民的身份證影音本 因為這個會縮限了公民對於政治的參與 第四我特別要強調的是 台灣激進守護的是憲政精神 是民主法治國的基本秩序 是權力分立的民主憲政原則 而不是外來的不合身的中華民國憲法 第五基於民主防衛機制 國民黨是一個曾經犯下大屠殺罪 犯下危害人類罪的政黨 他應該要被解散 因為他是違憲政黨 我們真正恐懼的是 有朝一日突然台灣不再是台灣人的台灣 而是中國的台灣 我們真正恐懼的是 有朝一日突然 我們要在我們的胸口比出 我的名字是台灣的時候 我們會被活摘器官 這才是我們真正的恐懼 中國因素 所以我們恐懼的是 藍白背後的這個中國意志 那麼所以我們需要抵抗 大家好我是台灣綠黨的中指委林俊傑 那同時有另外的身份是 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的這個企劃專員 那今天在青鳥現場呢 不只是因為公督盟是這個活動的串聯團體之一 另外也是因為台灣綠黨作為本土在野的政黨 過去28年以來一直站在街頭 為著人民為著少數權益來做發聲 那當然今天這樣子的民主場合 台灣綠黨也不能錯過 那除此之外我也是在過去大學是修習法學 在法學的教育裡面我們知道說 憲法是保障人民基本權的一部法律 雖然說目前在台灣施行的憲法是中華民國憲法 但是憲法的精神 民主法治的精神保障了台灣的人民基本權 那憲法訴訟法呢 更是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可以獲得 這個訴訟救濟的權利 那今天在立法院的現場 在立法院的外面有這麼多的公民團體集結 但是國眾兩黨的部分的立法委員 卻說這都是民進黨的側翼 都是民進黨的動員 這是令人感到 非常的與事實不相符的一件事情 有這麼多的公民團體站出來 為著自己個人的公民權益來做發聲 但是國眾兩黨卻要當作這些人是執政黨的打手 是敵對陣營的打手 這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也是忽視了我們這些公民團體 還有本土在野小黨 還有公民的個人的聲音 支持今明年這個要阻擋立法院 他可能會突襲式的要修改選罷法的這個舉動 那出來表達一下說 我們其實人民的聲音是 不太喜歡他們是去做這種自肥的事情 那你這一次有拜免許巧新的那個海報 你可以再介紹一下嗎 對我們送信去這邊立委是許巧新 那因為許巧新跟著藍白的這些立委 在第一會期已經就是胡作非搞那個違憲的法案了 然後這個會期其實像他提出這個潛艦的預算要刪除啊 然後在會議議場裡面不管睡覺也好啦 然後衝突打架的時候在旁邊住權也好啦 或者說像他平常有很多一些 脫髒水啊抹黑啊無地放食的這種行為啊 我認為說舉巧新這樣的人 其實他不太適合在立法院裡面 做所謂的民意代表 因為他展現出來的樣子 他這個人似乎不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那我相信在台灣我遇到的人 跟我身邊的人 其實都還是屬於比較善良的人 那這樣的人其實他在立法院裡面代表我們的民意 我是覺得是不恰當的 而且看起來他們第一會期第二會期都做一些很多很奇怪的舉動 好像是要來破壞台灣 那我覺得說一個不善良的人如果有了權利 或者說他是身為代表的時候 確實這個就是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這一趟站出來是因為我們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不停的在發生 從選舉之前我們的呼籲沒有用 那我們的權益被忽視 所以我們再次出來 希望能夠呼籲更多的人站出來 不要害怕任何的惡事例 然後可以改變現在的現況 拿回人民的權利 今天來參加活動就是我們要展現我們關心政治 我們要讓國眾兩黨知道我們不同意他們這樣子亂來亂搞 我是罷免劉許婷的志工 我們他最近很聰明都躲著 但是他是跟他們整個黨一起在亂搞 所以不要想不要覺得躲著就沒事 你們現在都是派不分區立委在亂搞 但是投票的你們全部都投 所以我們堅決反對你們亂來 因為台灣是我們的家 再問我 所以我看 我會有很多公司